哎就是金金你这些年 你没帮那个李姐 叫个对象什么的 哎呦我也真难道 你先把你自己打猫吧 真难道哎真是 哎这样吧我们三个单身了 今天咱这个 你为什么就叫你单身了 四个啊 真的吗 哇好好吃 哎呦像我们吃 你太不容忍了 哎呦哇好好吃 咱今天李姐主角啊 那个金金你能不能爆料爆料 哎李姐相过亲吗你知道吗 你应该是避着我相得亲吧 这事啊 要不然我就被你相走了 对 其实他心挺大的 他还不属于那种就是 急功近利 说有点目的我要达到 就是挺努力 他挺随遇而安的人 从大学好像 呃我们都属于没谈恋爱 他也不着急 他属于随远行的我觉得 包括他拍戏 他也不属于那种 就是非常努力 真的 这次我们在风子凯拍戏 我觉得就是戏 戏余时间 没说别的 我就给他就开始跟他讲 这少一个什么样的 哎呦我就觉得比 你给画了 比老妈 比咱妈 我觉得我还操心 就是给他说 他心里有说 他要什么样 他挺长情的 对 他估计啊 不管是经历了什么 肯定都在心里 忘不掉 对 他特别深情 你知道我们当时拍戏的时候 就是小品 就是你再不想哭 你看见他在那投入的眼 也能骗出眼泪来 所以他是挺认真 你知道为什么同学没有来得及追你吗 是因为你不给机会 比如说 他的活跃已经不留空了 我们有时候刚想深情的看看他的五官 他马上就一批小笑话的给你打了 主要是他是我们班负责演小品 小笑话的 就刻鱼永远黄磊说 哎呀我现在有点累 来小节目呢 然后就绝对是理解 就主演的小节目的 他你知道吗 在我们班啊 他是我们班的化妆系的 我们所有人演小品 演汇报演 他永远 什么给人点个雾嘴啊 他给化妆啊 化两个奇怪的眉毛啊 对 真的他发明了 他说把门牙擦干净 上没有口水了以后 就拿眉笔 使劲图 使劲图 真的那个黑擦不掉 就在台下看 这个人就没牙了 没牙 对 他发明的 他点的物子 你远处看 觉得那物子上 都长出毛了 他就能把那位置 给你点的那么到位 那么奇葩 就是他给我们化的 就你还不用演 要多丑又多丑 对 你一上台 就已经成功了 艺术感觉还比较到位 这是造型能力吗 不是 我怎么觉得 他们都在夸你 听着好像味都不太对呢 对 都遭遇过我的迫害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你们在一起 就是特别开心和快乐的 特别开心 我怎么说过那个方式